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維京人對賞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阿根廷表演賽 阿根廷他們最近舉辦一個國內的比賽 邀請他們國內好手一頭來參加 這一次這個文明選擇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先看一下青色 青色是選擇了維京人 維京人最大的特色是免費輪走技術跟手推輸 經濟會非常好 那再來就是維京人呢 他們有這個火蒙桶可以出 就是火戰船 所以呢他只能一開始封建時代只能出戰船 那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才可以產出自己的維京大戰船 維京大戰船這個單位呢 是可以射出很多發箭矢的戰船 所以我個人也很喜歡玩維京大戰船 我蠻喜歡的 所以這裡呢 我比較是看好維京人的 那這場比賽我也是沒有看 我就直接來錄了 我覺得這場比賽的對決 我非常有興趣 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好 那來看一下義大利人 那義大利人呢 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漁船 便宜很多 那再來就是他生時代呢 這個價格也有折扣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省下一些資源 去做一些經濟上的優勢 做一個交換 但是他本身這個是沒有經濟加持能文明 如果像這種海圖的話 就可以盡可能的使用自己的漁船 打出經濟差距來 畢竟這個漁船 減免15%的費用 其實也是減蠻多的 那有可能義大利人 這麼就會打這個 打主打海 然後後打陸戰 那義大利人來說 他也是一個全能性的文明 他要打步兵 騎兵 攻兵 都是可以的 那步兵的話 尤其是義大利 帝王時代還可以採出傭兵來 不太需要升級 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這個傭兵 跑得又快 然後攻擊也不錯 而且打火器單位有外殭神 但是維京人是沒有火器單位的 所以應該看不到維京人 看不到義大利人會出傭兵這件事情 那義大利人的後勤呢 主要還是打這個 任奈亞奴手 或是重裝騎士 或是傭兵為主的一個路線 那當然也可以出火槍 他的火槍也是 很好用的 因為價格便宜 火槍 還有火炮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魚船 這邊魚船開始出了 維京這邊是蓋在右側 慢了一點點 但沒有關係 那一個 捕魚的一個配置來說呢 都是要捕到 五個木頭左右 通常是配五木啦 你看義大利人是配五木 那五木之後呢 就可以馬上蓋一下自己的碼頭 然後魚船 那最重要的是你配五木的時候不能斷肉 這個意思就是說你的 肉類呢 不能中斷 就不能斷村 一斷村的話 會很慘 所以如果你的肉量已經足夠你支撐了 在這邊一直吃 養的話 或是吃鵝 就趕快 去踩到五個人去挖木頭 然後趕快蓋出自己的魚船來 會比較好一點 那蓋碼頭的時候呢 也要特別注意 要把這個碼頭蓋在這個海壁魚群旁邊 這樣你蓋完碼頭的村民 就可以馬上 在旁邊撈魚 撈完魚之後呢 也可以直接送到碼頭 回收這個肉類 直接收進去 非常快速 這個就是蓋碼頭 選擇的一個 小小技巧 接下來看到兩邊準備點下 封建時代 先稍微加速一下 這張地圖是遷徙的關係 應該叫遷移 遷移的關係 所以 需要在一定的時間內 把自己大量的村民 運到對岸去 不然島上村民過多 會有很多島民出現 所以 如果邊島民的話 上面資源就會被 鑿石乾淨 所以要趕快 把這個村民運到對面去 去採這個黃金 石頭 木頭 上面很多聖物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該如何的時候 什麼時候過去 時候要開始建立據點 這張地圖來說是 蠻關鍵的一件事情 這邊是在封建時代 好之前 就先補下了一個碼頭 雙碼舊出戰船 維基人的話 應該也是會雙碼舊出戰船 他是三碼舊 不是馬舊 碼頭 三碼頭出戰船 維基人的碼頭 我記得也是比較便宜的 雖然平常很少 會講到這個能力 但 在真的打海戰來說的時候 這個碼頭費用成本-15% 這是 船隊加成 在打海戰的時候 可以幫到一些隊友 這邊用戰劍去卡對方的戰劍 稍微卡到了一下下 現在三隻 繼續集火 後面戰劍也在出 那三戰劍的一個配置 可能要配到8斤左右 5斤可能會不太夠 待會可能還是會斷斤出戰船 斷斷續續的出 這三碼頭的優勢 就是戰劍出量容易贏過對手 打出優勢來 這邊三隻戰劍 已經往前出發了 家裡要不要留一艘戰劍守則就好了 但對手意大利人這邊已經有了4艘 後面再補下6艘 顯然是6打4 但對方很早就點下1級射 這1級射的話可以增加戰劍的射程跟攻擊力 所以現在如果被拉開距離的話 微技能會很虧 趕快繼續貼近打會比較好 這次要一艘 戰劍數量擬壓 OK回頭打一下 稍微射一下 OK有一級射傷害有點補正 我們竟然這邊一級射補得稍微慢了一些些 兩兵都在持續做操作 這個補魚繼續補 可以看到漁船 戰船數量其實差不多了 首先拉力燒戰船去做追逐 可以點掉 OK 那有人會說那哪時候要補漁船 這個時候你沒有確保你還打贏之前 都不要再去補漁船 這樣很危險 你可能漁船出一出 如果正面戰劍打出了 你的漁船就白出了 直接會被換光 正常來說是確保自己有戰劍之後 才出漁船 那黑暗時代不能出戰船的關係 所以黑暗時代大概都是 蓋個四五燒魚船 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像油木之類的話 你可以拖到大概七到八燒 然後就不出戰船 只補這個封建時代初期 跟黑暗時代的魚 後面就轉陸基上的農田就好了 這也是一種辦法 這邊是決定要先來吃果子 不用木頭 很香 木頭的部分補到了14個人挖木 這算蠻標準的 我會建議配到15木或16木 木頭會更穩定一點 黃金則是補不到8金 再來就11金 811 繼續慢慢把黃金補上去 這邊繼續對射兩邊在繡戰劍 但是都射得有點歪 戰劍來到了11燒 數量越來越多 左邊這艘戰劍 沒有決定要到下方去繞一圈嗎 若是我就想要去繞一圈 這邊戰劍直接拉回來 這邊要先射右邊那一台嗎 那一台直接無視前方戰劍互打 OK這個可能會直接往回拉走 戰劍繼續互射 我已經這邊慢慢打出優勢來囉 6加1 兩位是6加1 血量都是120滴血 但是很明顯 戰劍數量不夠 差了三艘 血量是840對上1200 開始下降 其實兩邊血量差不多 但是戰劍數量不太一樣 OK 維京的戰船數量開始減少了 這邊義大利轉出了火蒙頭 稍微反擊一下 火蒙頭燒戰劍速度很快 而且他有坦克屬性 遠方還蠻高的 比一般戰劍稍微差了一點 但是他是近戰關係 燒這個 戰船是很快速的 這邊直接回打 但是已經點下了 陳寶斯丹 這邊稍微要夾一下 這個夾不住 維京人可能會爆開 11燒 回頭稍微打一下 OK 再點掉一艘 那海戰的主力 通常還是打這個 弩炮戰船 維京人的話 可以考慮出 維京戰船 那這邊身為 弩炮戰船之後 再去補下 維京戰船 也是可以的 好 那升陳寶斯丹之後 就可以考慮 要不要去 對面 趕快開下城鎮中心 稍微買100 石頭 然後開個城鎮中心 直接上島開農 那維京如果要開農的話 這邊上岸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可以開個 這個城鎮中心 但是由於他們還沒有上島的關係 所以地圖是一片黑的 這個刺猴都沒事做了 所以有些頂尖高手們 他們會先用這個刺猴 先上島看一下 然後先決定待會要把城鎮中心蓋哪裡 兩邊戰船繼續互打 義大利努力保持自己的數量 OK 回頭射一下 OK 全部射光 Nice 這邊戰艦數量來到了14艘 保留數量還是很多 OK 補下奴號戰船跟二級射之後 開始轉出了維京大戰船 這就是我想看到的單位 沒想到這場真的有出 這場有出的話 維京大戰船 待會一出來 這個戰況可能有所改變 待會維京人如果可以的話 再補一下 這個 大雪 這個彈道雪之後 維京大戰船 是非常難產的一個戰艦 好 變成大戰船 砰 奴號戰船直接擴展 海軍直接起飛 對方 奴號戰船還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集火起來 OK 變火戰船 但火戰船雖然有點多 四面包方包了過來 有點危險 這邊最好是等 維京大戰船過來再繼續打 OK 可能要再損失兩艘 主流 維京大戰船數量繼續按 好 開始再射了 好 開始箭矢 射很快 維京戰船的一個優勢 就是射速快 攻擊力也不錯 而且還可以升到精銳 好 稍微拉扯一下 開始打出優勢 但這邊運輸船剛好被拉到 也直接拍到前線 對手應該也知道 自己也差不多該上倒 好 他已經先上了 先下了一個修道宴 城鎮中心還沒有先開 直接開始慢慢運輸 大量的村民 開始上岸 但自己的海戰 快要打輸了 所以 意大利人 可能還是會稍微 補一下 自己的戰艦 去拖延一點 讓自己的村民有足夠時間 可以暈到對岸去 好 但很明顯 我已經戰船出來之後 就有點難擋住了 這邊到處 看一下岸邊有沒有 沒有碼頭 讓我們再留一個 OK 這邊補下了一個軍營 這邊補軍營可能是要按碼就吧 出一隻碼稍微去探圖 我已經這瓶也成功上倒 我已經當戰船到了後方 想要抓一下 呂船 OK 抓到一艘 好 有夠歪 沒有彈道血 OK 這邊直接抓掉 剩下的漁船 運輸船也被收掉了 如果這裡被包圍掉的話 待會意大利人就很難上島了 好 這隻生鯉直接被村民集火 後面生鯉直接掛材 好 這裡補下了雙修道院 生鯉確實是在初期喔 很好用的一個單位 遭對方的騎士喔 相當好用 只要對方不出輕騎兵喔 老頭基本上 沒什麼太害怕的 因為也不會有工程器什麼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工兵啦 好 這個時間點工兵出現可能不太可能 因為圍巾這邊出了非常多的戰艦 這邊直接點下了圍巾大戰船之後 補下了彈道學 彈道學還需要一點時間 像這邊是想要全力封鎖碼頭 但哨方這邊有點打回去的感覺喔 裡面其實一直有在長戰船喔 5艘 3艘 這邊2艘 OK 海上部分有機會拿回來 就來看一下這邊要怎麼集結 這邊戰艦出來直接遇到對方的圍巾大戰船 而且 彈道學已經要好了 但是 圍巾戰艦還是有射程優勢 拉打一下 可以打出更多的傷害 OK 欸 殺一下 沒射掉 OK 圍巾戰艦再次往前 下去看一下 這裡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一擊龍也補了 這時候圍巾人已經有手推車了 意大利人直接在這個高地想要蓋座城堡 阻止對手在這邊開城鎮中心 順便想要控住對岸 圍巾人這邊其實岸邊有點擋不太住 就要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打好 OK 火魔童 國戰艦數量很多 大概5艘 12艘大戰船 後面有兩艘 危機大戰船在燒老金礦區 有點乳小 這個 危機大戰船 這邊還可以射村民 戰艦的部分終於打掉 目前義大利只剩下兩個碼頭 這邊蓋一棟城堡 這邊直接往右拉 村民直接沒有地方可以跑 這裡要不要直接上船呢 但船只能載5個人 直接往左邊開也不錯 這邊有一艘奴炮戰船能不能打掉呢 直接獲得一艘戰船 殘血的生侶活了下來 這邊直接載回去嗎 如果是我會往左邊載 雖然義大利人海戰打輸了 但是登陸戰打得蠻成功的 這邊又來一艘運輸船 但是要直接被找走 運輸船被找走就完蛋了 裡面的村民被綁架啦 直接滴掉 哇兩隻村民直接變成船難 遭享運輸船這個戰略不錯 好這邊補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補起來的話可以稍微扛一下 這邊決定要用衝車去頂掉對方的城堡 這邊展出一些熱納的弩手 想要來去射一下對方蓋 城堡的村民 這裡還放了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大會投石車應該也會出來 好這邊直接硬點掉了 意大利人家裡的 劍塔 那這邊金礦被扣有點難受 但還行還有石頭可以挖 好有了納爾弩手的話 抵抗對方清騎兵也會比較好打一點 這裡要補充車嗎 可以補充車 那這邊可能要出投石車到這個地方防守 到高地這裡後方 好這邊拉了一條大石牆 這個城堡中心要修理嗎 還是聚修 喔結果過來看到了納爾弩手還有僧侶 感受了 海戰打贏 但是卻打輸入戰 但我一見現在海戰贏的話 就可以一直出漁船 但漁船越出越多了 好 結果趕快去補下自己的肉量 好這時候義大利人點下帝王時代 單TC 好開出 呃衝車 這邊村民是想要過來修 但是有點 太快了 直接收進去 好想要修理 但是沒有辦法 直接躲到裡面 好 這邊要按兩隻自暴桶 出來修一下出來修一下 然後再收進去 開始在修操作了 知道我死 裡面的村民就是這樣子用的 放出來修放出來修 慢慢停掉這座城堡 後面的村民也是在修理 這個衝車有點想不到人身方向 迷失了方向 OK就回來繼續頂 好自暴桶炸一下 OK炸爆一台衝車 再送另外一個 好自暴桶炸彤車其實也蠻好用的 炸掉 OK炸掉了兩台衝車 他繼續衝上衝撞下去可能會虧喔 惹娜弩手輸出特別爽 炸彤 讚 就是這麼的好用 大戰船 上下繼續封鎖 但他沒有完全全面封鎖 正面這邊還沒有 全部散開 島上這塊黃金 偷偷挖了一下 目前看起來是義大利這邊 是有 一小小的優勢 就是他現在陸地上面很多東西 但經濟上來說是維京人 有這個經濟上的優勢 霸四村了 而且左邊這邊也偷偷登入 這邊轉出了軍營 開始在升步兵的鎧甲 那步兵鎧甲升完呢 步兵也會增加20%的血量 維京人的步兵血量特別的囉 那我通常不會去打這個 維京狂戰士 除非城堡需要集戰力的時候才會去按 不然一般情況都是打 劍兵勇士比較多 因為維京人的劍兵勇士 有可以軟甲技術 所以他的遠防會比維京狂戰士的遠防 多加一點 這多一點的防禦 就可以讓他的生存能力更高一些 好 那維京人這邊補下了 增兵技術 冰龍斯帶來軍營投資機 軍營投資機沒有要出 直接用衝車硬頂 這邊投資車直接硬拆衝車 這裡補下了一個城鎧中心 補下了非常多的軍營攻擊中夾步兵 開始升上去了 軟甲技術也補了 OK三級板甲 後續要不要出巨頭呢 這個就是維京人需要思考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是不用出巨頭 因為這個你可能出了一台出來 也有可能就直接爆掉了 這場比賽兩位玩家大概是在落約在1900-2000分的玩家 其實也是非常高分的 這邊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4軍營繼續按 打會長劍兵也要補一下 上方4人魚群 岸邊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這邊開始在砸長劍兵 所產生的軍營 OK 終於升級好長劍兵 這要趕快升雙手劍兵嗎 雙手劍兵直接補下 鬼劍人打一個偏濃的經濟作戰方式 升級升很快 這時候 義大利人點下了 印刷技術 印刷技術點完之後 就可以增加生旅的三點招響距離 左側這邊已經看到 這邊很多軍營 雙手劍兵已經升級好 義大利人這邊村民落後大約快要50村 98隊伍 兩台投車 撒個一發 雙手劍兵要去追投車嗎 這裡沒有在空 一刀砍掉 這邊有點沒有空 投車直接硬砸雙手劍兵 雙手劍兵直接砍入了城鎮中心 這邊勝率數量很多 看要不要找個機會去抓掉所有的僧侶會比較好 劍兵過來有點煩 維京人這裡補下了化學 這裡難道是要轉工兵嗎 點化學 維京人沒有火槍沒有火炮 感覺是真的是要來打工兵喔 可能在預防性喔 先點一下 會補下更多城鎮中心 島上開農 目前海平面來說 還是維京人有優勢的 這個魚一直在補 遇到勒納的弩手有點麻煩 畢竟勒納的弩手也是攻兵系的單位 對付步兵還是有不錯的效果 好意大利這邊補下化學之後點下了火槍兵 火槍兵打步兵有愛增傷 那個增傷好像是加10點傷害 其實還蠻多的 但維京人的步兵血量有72滴血 變成劍兵勇斯的話則是84滴血 所以血量增加還蠻多的 好意大利這邊拖到轉海了嗎 點了 重型火戰船 看來要直接燒一下 漁船的部分 漁船一直在捕魚 意大利人可能想要來終止一下 對方捕魚的 性質 我今天這裡也補下了一個城堡 稍微當個防線 好臭命繼續按 這跟城堡會來得及蓋好嗎 可以 對手看到快要蓋好的模組 就發現不妙趕快先拉走 城堡先退 這邊看要不要拉巨頭來拆喔 果然馬上就拉著巨頭時機來拆 OK 開始 攻城 回金人的城堡能夠守住嗎 這邊選擇不是奴兵 而是選擇戰毛兵喔 那選擇兵的話還有個好處喔 就是射對方火箱也很快 而且射速夠快的關係喔 連這個雙手劍兵也打得贏 對方勝率一直要硬招 但是太多勝率了 被圈退 被招到了兩隻雙手劍兵 小虧了一下 火箱也在後面一直輸出 城堡應該要掉了 偉金人這邊有點被壓回去的感覺 但其實人孔已經滿了 200人口回頭打一下 稍微交換一下單位 好 伊大利人這邊經濟只剩下20村 偉金人這邊已經登陸了 你哪時候登陸的啊 我想說他200人口在哪裡啊 原來在這裡啊 OK 偉金這邊一等島 直接把島上的島民給解決了 義大利人這邊村民宿只剩下20村 現在只能用 生女去反擊對手 退了 但是在本島上喔 已經解決掉了所有村民 還可以拖挖他的黃金 這邊再繼續做拆除 兩棟均勻搞定了義大利 這邊登島戰術打得非常漂亮 太專心在看中間了 沒想到他已經登島了 登島狼 好 戰寶兵繼續輸出 OK 打火槍跟熱納爾弩手 效果都不錯 而且還不用黃金 好 義大利這邊還沒有打算放棄 這裡 這裡 要不要收一下村 有一隻雙手劍名在偷打 好 補下了政治 神權政治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意了 義大利人這邊經濟非常入厚 141村 打 20村 7倍差距 好 待會我們來回放一下 看一下這個島上發生什麼事情 有點好奇他怎麼打登陸戰的 然後我們 結束之後來看一下 應該義大利人是沒救了啦 這個只在苦蹭而已 待會 圍巾這邊起來之後 產出一堆步兵啊 或是一堆工兵喔 都可以打的 好 找了一些戰謀 村民直接用拳套解決掉 劇情投石機 好 這邊偷渡了一台衝車上來 裝甲衝車追逐 投石車 這不是偷渡的喔 從這邊直接蓋的 好 義大利還不是不放棄 他覺得自己還有機會 現在他軍力優勢 秀操作的話 還是有可能打得贏 但是強奴在補下之後 維京人傷害都要起飛 若是維京還可以再點下維京狂戰士幫的話 奴兵的傷害還可以再多加一點 他已經點下了是不是 6加4還沒有點 OK 攻擊變6加4的強奴 5加5 這裡補下騎士思想 但這邊展出了一些維京狂戰士 狂戰士出來 先靠一下巨頭 但是後方還有三隻勝率直接應招 找到了一隻而已 沒有找到第三隻 再一刀 有機會嗎 哎呀 果然還要再一刀 直接用奴兵射掉 沒有先射 先射單位 攻擊隊兵直接送掉 火槍兵有點尷尬 這樣火槍打不太贏強奴 被修回來 強奴直接應招 還是被拆爆了 巨頭掉了有點可惜 這邊義大利人 終於打出了GG 稍微回去看一下登島 登島是什麼登的 我有點好奇 稍微來看一下 這邊是帶來 按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雙金銀 然後直接登入 哇 很簡單的方法 他只有帶村民喔 帶村民上來而已 然後就直接 慢慢的蓋起均勻 然後喘出雙手劍兵 然後衝車就一直頂 然後中間一直跟對方 交戰 吸引他的注意力 然後這邊一蓋好之後 登入可能就來不及 沒有再顧了 沒有地方跑啊 太難受了 村民跟雙手劍兵打 OK 燈島是這樣成功的 非常的簡單 好那來看一下 結尾的經濟喔 經濟的部分 稍微拉到底 OK拉到底 經濟部分是有維京人這邊拿下 所有的經濟資源 連黃金也是 石頭也是 那食物呢 跟木頭贏得快有儀備喔 雖然對方有三生物喔 但維京人這邊 還是 海上有優勢的關係喔 是可以 所以才可以這樣子打回去 但我覺得有一個關鍵點喔 就是 義大利人沒有在本島 去蓋下碼頭 還有這個 森旅喔 去做岸邊的遭響 鬼經大戰船的事情 如果他一直在遭響鬼經大戰船的話 這樣子海上的控制喔 可能會變得稍微小一點點喔 就會沒那麼嚴重 所以義大利人這邊 其實能改進的東西還蠻多的 那維京人這邊呢 則是 打得還算不錯 除了前面這個衝車撞得有點意義不明 雖然我知道他是要想用秀操作 但對方也 別比他更會秀操作 自爆桶出來炸一炸 他的衝車就沒法解掉 後期打出精心差距之後呢 義大利人就完全沒機會了 其實想用操作可能也很難打得贏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